基北北淘T-PASS 1200月票推出后 让民众感觉省很大 而在基隆境内上班上学的民众 现在也有288订期票 记者接头访问 上班族和学生都相当肯定这项政策 因为我现在用学生票 然后坐一班公车的话是9块 我一天要花36块 36 因为两班车 然后来回 所以这样算月票比较便宜 划很多吗 因为我有时候可能还会搭火车去别的地区 所以觉得很划算是不是 市政府推这个政策觉得如何 就很好 赞 我觉得政策不错 对学生来讲 就是学生比较没有什么钱 就用这个方案去做这个 车子 通勤的 对 比如我上班的话 我可能就要从法院那边 然后做到那个 赞加百货 然后就要15块 或者是做到你喜欢站 火车站 这样子 来回 不就30 对 那一个月就是 900 而且我每天 对 每天都有再使用的话 它其实花费还相当高 对 那所以这样一个月只要288 对 对 那你这样子 就是省很多 为了照顾通勤通学的民众 市政府在10月16号 开办288订期票 而从统计数资也发现 购买的人数持续成长 那谢市长为了服务 我们更多的基隆市民 在我们基隆市通勤好朋友的一个 相关一个权利 所以我们在10月16号 正式推出属于我们基隆市境内的288公共运输月票 也就是每一个月30天内 只要288元就可以搭乘我们基隆市境内的57条的一个公车 以及基隆市境内有六个台铁站 那现阶段我们从10月16号到昨天为止 已经有将近三千五百位一个市民好朋友 使用我们这个288一个运具 那我们预计一个月以内 可以成长到将近有五千到六千的一个市民好朋友 来使用这个288一个月票 那288月票我们从今年10月16号正式推出以后 我们会在明年度后年持续来推动 那交通部也针对这个公共运输的部分 后续会编列常态性的公务预算 来补助我们基隆市 从通勤民众反应来看 公共运输288定期票是一项有感的政策 市政府交通处表示 除了让民众省下交通费 也进而鼓励民众多使用大众运输系统 达成节能减碳的目的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